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还是不愿意相信我 你说的这些小蝶不明白 也不想明白 小蝶 你要相信我 安史就没有打算给沈家留活路 把枪收起来 别坏我的规矩 可他现在是你的隐患 你想干嘛 放了他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 赶你走了 四娘是又犯什么病了 有这么跟家里长辈说话的吗 究竟怎么回事 四娘 他误会我拿了大帅的文件 少帅怕是不知道 自己娶了个细作过门的 此次你也真必处 那就多谢侯师长了 我和四娘说得也清楚 倾下想要的 只有钱 等侯师长您执掌洪州的那一天 我们沈家可就全仰照您侯师长 不 侯大帅了 我的夫人没有受伤 自然是虚净 少废话你这 我来开这枪 夏天 此行你去南方 是因为我对你下了驱逐利 要拥抱的话 我给你 好 怎么 你是觉得我抢走沈少爷送你的礼物 很令人讨厌吗 这只是二少爷的一片心意 干嘛这么小气啊 心意 心意是吧 我等你回来呢 就想好好跟你道个别 少爹 你别看傻事 是大帅害死的大小姐 与你好好到晚别 我也可以安心的走 少爹 只有我与大帅 会葬身 在这火海里 无计划 请不吝点赞 ro